千人宴迎来校友共襄盛举 一同重温最后举办的最大型活动 接着李来临报道 台上上演精彩表演 台下观众一边享用佳肴 一边忙着和旧同学叙旧 建校80年 学校特意举办千人宴 让一届校长老师校友大团人 除了拥有丰富的历史和传统 盛民各班女校也栽培了各行各业的人才 更有祖孙三代 全是这个大家庭的成员 75岁的李秀英和女儿都是校友 李秀英的两名类孙女 目前也就读圣灵各班女校 李秀英认为这十分难得 希望孙女也能够继承学校的 优扬传统价值观 校友温文而雅 到最大方 日的厨房 处的经常可以一直防下去 这个是很好的方案 也是校友的苏贝兰校长 则希望加强融化智能教育 进一步扩大学生的视野 我们也探讨要怎么样能够使到我们的学生 在跟不同的 不管是种族 或者是不同国际的人士 交流的时候 可以跟大家好好的沟通 所以我们要着重这个 cultural intelligence 校长也说 学校刚开始了指控车计划 他希望学生能学术和品格并重 并且甜蜜